大巴黎掉粉速度有多快 迈阿密国际的涨粉速度就有多快 在梅西关圈加盟后 迈阿密国际的粉丝数 几乎是在瞬间暴涨了200万 在过去的多年间 热火一直都是迈阿密这座城市的图腾 篮球和橄榄球则主宰着孩子们的兴趣爱好 不光是迈阿密 几乎是美国的所有城市都很少能看到足球场 但在梅西关圈加盟后 所有美国人都疯狂地涌向迈阿密 只为抢夺梅西首秀的门票 在迈阿密夜晚的街头 十分罕见地出现了高举烟花的足球迷 其中有迈阿密的球迷 也有大联盟其他球队的球迷 他们都在为梅西的家住而庆祝 美国体育名嘴说 梅西加盟迈阿密引起的轰动 是贝格汉姆来世的两倍还要多 因为来的人不是卡戴山 不是詹姆斯 也不是强孙 而是梅西 梅西还未到达美国 迈阿密的天就变了 美国素有足球慌慌之声 所以迈阿密人几乎从不关注足球 他们已经习惯了将热火队 视为这座城市的图腾 可当梅西宣布加入迈阿密国境时 这一切都变了 包纸的头版头条 都是有关梅西的消息 人们开始疯狂抢购梅西首秀的门票 目前最低票价已涨到了521美元 相当于3647人民币 整整高出热火总决赛 最低门票100美元左右 就连热火队也在中场休息时 用大屏幕打出了欢迎梅西 来到迈阿密的字样 而为了签下梅西 大联盟老板小贝 可谓是诚意满满 他们为梅西开出了5000万欧的年金 这对于美国的任何一家足球俱乐部 都是一笔无法承担的巨款 上一个在美国拿顶尽的足球运动员 还是一部 并且年金只有700万欧 所以为了让梅西留在美国 大联盟的所有俱乐部决定 共同承担梅西的年金 甚至就连赞助商 苹果和阿迪达斯 都愿意将部分转播的利润 让给梅西 当梅西到达迈阿密之后 一座造价10亿美元的足球公园 或将成为它的进攻 并且在退役之后 也会成为大联盟的古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